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数据分析技术应用的直播教室,我是今天的讲座,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欢迎大家等一下可以跟我直接有互动。 大数据分析的技术,目前可不可以能够很有效地取代我们在椅子料上面的一些计算或分析呢?我想绝对是可以的。大数据分析技术,目前我们可能坊间一般使用的有Tabular跟Power BI,因为Tabular它收费而且还蛮贵的,所以我们就先介绍这一套免费不用钱的Power BI。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就直接从我们的一个Power BI开始跟各位分享。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Power BI它在9月份的时候有做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比如说自动分析,还有像这边可以看到跟Python的结合,还有关键影响因素,甚至在瀑布图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新的改变。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当我们今天要使用Power BI来去把商业大数据背后的一些数据的意义把它给计算出来。 然后呢,我们只要透过三五个步骤,我们就可以把它快速算出来之后,而且把它用一个视觉化的效果。 例如说,现在各位看到了这样一个视觉化的呈现方式,然后方便我们来去沟通。我想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如果是互动式的报表,我们还可以去从中找到它的行为模式,然后建立起一些商务数据管理策略的应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简单的操作就可以看到数据背后的意义。 这是我们传统看到的资料,它就长得就像以色谷一样,没错。在这么多的资料里面,其中我们来去观看,它把这些数据的标题区分为有数值性质的,像利润是属于数值性质。 还有类别性质,像例如说客户名称,还有像国家,这些都是文字性质。数字性质跟文字性质,然后它可以交双,然后让我们去算出一些数字背后的意义。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去计算,假设我今天不知道我要分析什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去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分析一个类别的资料,一个数值的资料。 举例来说,可能老板最关心的就是每一年赚多少钱,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透过订单日期,它是属于文字类型的资料,跟一个销售额或利润,这个是数值资料。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说,那每一年的利润是多少。我想分析,为什么分析,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来去思考一下。 否则的话,你用暴力破解的概念,每一个报表都算,哇,这边有好多好多的文字栏位。 然后搭配一个数字栏位,数字栏位也有四个,所以相对的,这个盘列组合有非常多张报表,我们全部都算完之后,其实你只是等于说占用了老板很多的时间。 因为你算完的报表,我们是需要呈给老板看。那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如何去做老板最想知道的一张报表。 就是我每一年利润是多少,各年利润统计分析。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很简单,我们在这个地方一打开Power BI, 这边就有一张很大的空白的报表,怎么做就在空白报表这边顶一下。接下来,如果我请要去做各年的一个利润统计分析, 建议是使用这一个群组直标图来跟老板分享。为什么?群组直标图它有一个特色,最简单让人看懂。 那做法就是,我只要在这边勾定单日期,然后再勾利润,这样我就完成了一张统计图表,各年利润统计图表。 我想你一定会说,Excel,数量分析也是这样算,没错。甚至我可以再稍微加工一点,把格式呈现出来。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2013年到2014年,我们看到利润是有成长的。2014年到2015年,利润也是有成长,年年都有成长。 但是在这个地方,Power BI它已经帮助我们完成了自动分析,连分析都不用我们来做分析了。 怎么分析?举例来说,我们拿2016年来去看的话,我们这边是不是会看到它的一个利润是有成长? 成长多少?它会帮我们算出来,除了成长多少?它会帮我们算,还有哪些项目的成长? 例如说,老板怎么会想要正继续追问呢?那到底是什么产品的利润提升? 什么样的地区?什么样的客户对我们产生更高的利润? 其实它都帮我们算完了,我们用滑鼠右键点选最高的、最近的这一个年的利润这种条,然后点选分析。分析这边有一个说明增加的情形,一定是增加。 如果您是第一次打开,如果您是第一次打开的话,它会花一点点时间来去做所谓的一个分析。 它现在在解释这个问号,所以我们先不去看这个问号,点一下。我知道了,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2015年到2016年,利润增加了9.97%,也就是这个地方的成长。成长了9.97%,而且还帮我们自动分析,就要告诉我们答案。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它就分析书,这个利润,这一年度的利润,以书价这个子类别增加最多。可是也要特别注意,这边有一个叫桌子,居然桌子减少是最多的。 您看,它就直接帮我们分析完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个资讯里面,我们就可以来去思考一下,今年度桌子没有什么利润,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减彩,或者是再去想想看,我们需要去做设备。 如果说,书价这个产品卖得很好,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再去做一些新产品的开发,或者是去做一些广告。 如果说,我们除了看紫产品类别,我们也可以看类别这边,2016年主要增加的是办公用品,还有像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是细分,例如说我们的客户,当比是属于一般的工资还是小型企业还是消费者来去选购。 这边就有一个警讯,消费者下降的幅度非常多,像在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说,2016年泰原这个城市增加很多,可是宝印这个城市减少很多,他连这种细项的资料都帮我们分析了。 我想,地区还有像省以安徽成长最多,浙江减少最多,还有产品名称,像这个叫做培训桌子,黑色的培训桌子下降最多。 这些资料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要,那你想,这边自动分析都帮我们分析完毕了,而且我们才做了一张图,他就帮我们分析完毕了,这是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呢?我想当然是。 所以,建议各位,我们应该要善用这样一个好工具,你也可以回去算算看。 例如说,假设你现在用以下来去算,2016年纸产品,哪一个纸产品成长最多?然后下降最多? 你把它算算算,看看你需要它多久的时间,在这边用Power BI,它只需要用滑鼠右键分析,也就是点。 第二个分析,第三个说明增加的情形,三个案件。然后接下来你用卷轴就去找到你所想要看的,它是不是就直接告诉你了? 书价最多,然后卷轴减少最多。接下来我还想跟各位分享,当我们今天看到这样一个资料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去做一个探索。 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来去看,向下探索这件事情,它这个算法是把2013年,因为我的资料是2013年到2016年的资料,它把2013年第一季加2014年第一季,加2015年加2016年的第一季,每一个第一季都加在这个地方。 这是每四个年,这四个年的第二季,这是四个年的第三季,第四季。 所以从中,我们如果加了一个平均线,加一下,加一个平均线。我们可以发现,这家公司在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四,它的一个销售都是比较偏高的。 那季度一,它的销售是比较低的。那这代表什么?但忘记的分析。 那我们可不可以再向下探索,向下探索点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这边,这边可以发现它的一个资料有一个很高的向下。通常当我们看到这个资料,我们就要去想一想。它已经帮我们算出来,这个是四年的七月。 可是我们刚刚已经知道第一季的销售是偏低的。所以一二三,甚至到第四月,我们都可以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偏低。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七月刚好落在六月跟八月,而且六月跟八月都是属于销售偏高的两个月之间。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按一个按销售偏低的一个分析,是不是很棒? 如果有时间的话,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算算看。我的资料是超市的一个资料,然后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资料之后,用以下来去算算看,四年的七月怎么算出来。 可是我这边我只按一个按键,所以是不是用Power BI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地去算出来? 而且可能算错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如果你拿一次要来算的话,又是韩式,然后要先懂。 然后再来就是储存格选错了,很有可能发生,然后就不小心算错了。在这边应该不太很会发生这件事。 那接下来,当我点了这个往上,向上切入,就恢复到原本的棉分析。 好,那我现在想要再换另外一个内容跟各位分享。我想要去做同期语教。 这个同期语教怎么做到这件事,一样是简单级的步骤。所谓同期语教的话,我们画出来用折线图来呈现比较,我觉得比较容易看得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折线图,所以点选这个折线图。接下来,我是有各年的一个利润。所以我勾选订单日期还有利润。 这边是不是显示的是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我们当然要把它改成各月的比较。除非我拿到二、三十年的资料,我会去做各年的同期比较。 如果我今天只拿到两年的资料,我会希望用月为单位的比较。那怎样去做月为单位的比较呢? 就是直接点多项架探索再一次,点两次,它就变成是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依此类的。下面已经变成用月来呈现。 可是我们要做同期语教应该是几个线,因为有2013到2016,所以应该有四条线。 四条线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订单日期搬到图令,然后接下来改成日期阶层。你看,四条线是不是就呈现出来了?我把这个图稍微美化一点。 举例来说,我觉得这个线不够粗,所以我把它稍微色粗一点。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图案里面,我希望呈现标记,标记的点稍微大一点。 这就是一个古典的一个呈现,资料标签我们呈现出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子的资料在比较上面来说,会有花花绿绿的感觉,不是很清楚。 最好是只有呈现2015到2016这两年的资料比较。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何做到这件事情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交叉分。 对不起,在画图的时候记得,空白的地方间点一下,然后再点交叉分析筛选器,然后一样勾选我们的订单日期,把这个订单日期改成用日期阶层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这个年,我们就改成清单。例如说,我现在我想要比的是2016年跟2015年。 这时候我就只要勾选这两个年,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这边2016年是比较亮的颜色,2015年是比较暗的紫色。 在这个红色来做一下比较说明,可以发现1月、2月、3月、5月、6月、7月、9月、10月,这几个月它是上升,相对的另外几个月就是下降。 而且要请特别注意一下,在这个地方,2016年的11月居然跟2015年的11月差距最大。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很重要很重要的资讯。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要知道2016年的11月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说您会做出来2016年的一个直条图,然后我们只呈现各月的资料。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看一下2016年11月,它减少,我们就去自动分析减少,说明减少的原因。 不要忘记了,自动分析它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而且这边也可以让我们去找到问题的关键。 除了这个同期比较,我还想要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一个就是类别比较。 类别的比较绝对是大数据分析里面的一个重点。 怎么说呢?当我今天这个类别比较,假设我今天我把刚刚做好的这一张图,我先直接复制它。 然后直接贴到新的这张报表里面贴上,那我就不用再重画一张。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想要知道,2016年2016年的一个,我举最简单容易看懂的类别来跟大家做一下说明。 那类别的一个,等于说是利润的统计分析,所以我们是一样画一个直条图,为了方便呈现,所以我用直条图来做说明。 然后勾选勾选类别的利润,那接下来把这个值,因为我们是要做视觉化分析嘛。 所以我们来去观看一下,把这个值改成总计百分比。 那当然我们来呈现这个值,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第一名是办公用品,它应该要排在最左边。 所以稍微把这个做好的这张图排序一下,这是方便我们来去检视。 所以办公用品在第一个顺位,然后技术在第二个顺位。 这个是四年的资料,可是当我们今天一年一年发生资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看一下2013年。 画出来,它发现了什么事情,办公用品跟技术、家具,它其实跟每一年的一个消长、成长或者减少是存在一致性的关系。 所以这代表说,公司的政策应该是没有很大的问题。 那2014年呢,这边就发生一个二跟三,第二名跟第三名之间的一个差异。 这是什么意思呢?技术这个类别,它应该是在第二名。 可是它这一年表现不是那么好,好到第三名去了。而且它跟刚刚的34%,差不多35%下降了6%。 如果说是,假设我们现在来看,假设是100万的利润,6%,那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点一下,就一目了然看到这件事情。 甚至我们再去看一下2015年,哇,你看,点一下,如果你在老板面前直接展示,告诉老板说,我们在2015年办公用品,它应该是我们公司最主力的一个商品类别。 可是,这一年居然发生了卖的应该最好的,利润最高的,结果跌破眼镜,它卖的最不好。 那其实,这边可能就必须要适时着去做一些追踪,或者是说我们要及时把这个资讯反映出来。 然后,看看是不是要去做一些产品的设计变更。 不过,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在用这一套软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分析的时间缩短。 然后,重点是把这些的结果呈现出来,然后去跟老板或者跟主管分析沟通,然后看看我们应该要不要调整我们既定的政策。 这就是商务、商业智慧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现在您所看到的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在去做大数据分析,去做很重要的一个类别比较分析的重点。 当然,您还同时看到了联动分析,就是今天我透过点选这张视觉化效果的某一个项目,然后也看到另外一张报表即时互动即时改变的结果。 这当然也是要做不到的。 那接下来我想跟各位来去分享一下,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我想多多少少已经会用到一些机器学习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可能要去做资料探勘。 那什么叫做资料探勘? 我们来去看,它这里面有一个很棒的分群效果,而且三个步骤就做完分群了。 我们来去看,如果说以一家公司来去看,这家公司有多少个客户? 那算法很简单,就是卡片,然后接下来去勾选我们的客户名称,然后请把这个栏位这个视觉效果里面,请把这个客户名称改成什么? 我们来讲,相互计数,这样我们就算一算,我总共有771个客户。 这个771个客户呢,假设我今天我要去分析谁是好客户,谁是不好客户,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以各客户的销售以及利润来去分析,客户是好客户还是不好客户,我们先来看看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在空白的地方,拧一下,然后用散布图来呈现。 所以,散布图里面,它要有一个是什么?它要有一个是类别,它要有一个是所谓的详细资料。 好,那例如说我的客户,然后我的X轴放置的就是销售额,那我的Y轴放置的是利润,它就会呈现一个散布图。 其实我们稍微先观看一下,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客户分类,我们大概先用两条线来去辅助我们去了解这张图的意义。 举例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画一条Y这个销售额的平均线,因为这条销售额的平均线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要让我们知道说这边是比较大的客户,因为它销售额高,那这边是比较小的客户。 好,所以从销售额,销售额我们都是大于零吗?可以来去分,这是大的客户,这边是小的客户。 可是,以利润来去说明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分,分什么有大于零的,这叫做好的客户。 如果小于零这种销售额就称为什么?不好的客户,甚至我觉得包含等于零也是不好的客户,因为代表梅利特图。 这个Y轴我就要用长速线,加入一个是零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两条线,我们大概可以去把客户划分成这是第一个项线。 第一项线跟第二项线应该都算是好的客户,第三项线跟第四项线就是不好的客户,因为它没有利润。 没有利润,那我们现在要来去这么多这么多的资料里面,我想要快速的来去做分群。 各位,如果您有机会去学到分群,几乎现在分群都是用黑命词文去做分群,而且它是半间都市的学习方式。 也就是说您要手动设定分群,可是Power BI这套软体是这样做的,它不用再设,它可以做自动分群。 怎么做这件事呢?通常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建议各位不要在上面找功能,就直接在这张资料表里面去找。 在这张资料表里面,刚刚我们有做向下探索,对,它都放在右上角这边。 请问这边我们看,这第一个不是分群,第二个不是分群,第三个里面一定有分群,因为这个更多您一定要了解。 这边有一个自动寻找重群。如果我说三个动作完成分群,第一个动作就点这个更多,第二个动作点选,自动寻找重群。 那么第三个动作您觉得要点什么?是不是就直接点确定就好了? 对,因为这边的一个重群数目,我可以手动设定,也可以自动。如果是自动,你就要给电脑一点点时间来去做预算,而且它的资料本数还不少。点选确定之后,我们现在来去静待它算完。 它会不会花很久很久时间在那边拼命的算呢?不会。您看,算完了。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地方总共分六群。 因为它要做自动分群的话,它应该会分成,有时候先分两群来去比对,再分三群再分四群,结果它现在分成六群。 它觉得这个分六群是比较适合的。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这是一群,两群,三群,这边其实是一群。这群的颜色刚好跟这群的颜色太接近,但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边是一群,这边又是一群。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这边这一些,是不是它分出来觉得这是不好的一群。这是不好的一群。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它会认为这边有一点点,销售虽然,利润虽然有,但是这边销售额还蛮高的,它认为这个也是不好的。 反正就是它把这些也归类在一群,这一群我们知道它就是不好的客户。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它这个分群做得还不错。 如果我现在刻意做一下分两群给各位看,您看一下,它其实如果你指定让它分两群,它会这样分。我先把分群取消掉,然后怎么做分群? 一,就是点选这个更多,二,就是点选自动寻找充值,三,因为我现在要手动输入,二,手动输入分成两群,然后第四,才这样这个群。 好,你看一下,它这样分,我觉得这样分就分得更不好,它就是把这一个地方全部要分成一群,然后把这些分成一群。 所以,这就是自动分群。当然,我觉得这分两群不好,我们就恢复变成分成六群的方式去呈现。 介绍完分群之后,我还想要跟各位分享,它也可以做动态图的呈现,可以去看到它的行为表现。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动态图,看行为表现呢? 首先,我想去看一下我们公司,我们公司这家超市,它的一个各质类别,各质类别的一个销售以及利润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画出这一条线。为了我们看它比较方便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把视觉画做得更漂亮一点。 例如说,把它换成不同颜色,把它换成不同颜色,把点做得更大一点,这样大家看起来就会稍微更清楚一点。 像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就把图例,应该是一般的图案,把这个图案稍微变大一点,方便我们大家去观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我顺便把标签也实践出来好了,类别标签。类别标签的字放大一点,这样大家就看到。 像例如说,这个书价,这个书价,还有这边其实各位应该可以看到一件事,我们这家公司它的一个销售跟利润之间的关系就是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传统在做趋势线分析的时候,我们会找几个比较特殊的产品来去追问说,这个产品它的销售跟利润发生了什么问题。 举例如说,这个是收纳句,收纳句正常来说,它的销售额要是在这边,利润只有这么高。 可是它现在利润是不是很高,所以收纳句它有高利润的表现。 所以这个是好的。那器具呢?器具它的销售额跟利润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发现销售额这么高,销售额到这边,可是利润却下降了很多? 这是不是就是问题?当然是问题,我们要去追问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那更避论这个桌子,可是这个桌子最大问题也是在利润,利润实在是下降了太多,甚至是付的,所以越卖越亏钱。 所以我们以前很多企业都是用趋势线来去端析说,这项产品有没有偏离这条趋势线。 如果在这条趋势线之下,那就要去追问,什么时候发生的,然后影响的层级,或者是利润下降了多少? 这应该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关心,然后再去做出一个决策说,这东西就是利润已经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我们当然就要想出对策来去,看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那像这个,不仅无利可图,而且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负的,负0.1个百万,就是十万。 哇,这是一个问题,而且这问题还蛮严重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来看一下,通常这样子的内容在大数据分析的技术里面,我还可以做动态散步图看行为模式。 也就是一个动作,就是把什么东西,把这边有一个,因为我要连续的去看这个资料,所以又是用连续资料,连续资料就是时间。 例如说这个订单日期,把它改到播放轴这边。 然后记得这个播放轴,这个播放轴要改,稍微等一下下,这个播放轴要改,改成什么呢? 要改成日期阶层的方式去呈现,否则它现在呈现的是一天一天这样慢慢跑。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改成日期阶层。 我现在先播放一下给你看,例如说2013、2014、2015、2016,我再播放一次给你看一下。 通常看到这张图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要看什么,可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公司表现最好的一项产品是不是书架? 这个书架它是不是由左下到右上慢慢的成长? 这个左下到右上慢慢的成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情况是2013年在这边,是不是进步? 销售额增加,利润也增加到这边,2014,只是2014到2015这边,销售增加了一点点,利润也增加了一点点,但是还是成长。 然后到2016,哇,有大幅的上升,销售额增加,利润也增加。 可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刚刚在这条趋势线上应该都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收纳区是不是表现好了? 它其实一刚开始2013跟2014年,它也是在这条趋势线,可是可以发现它慢慢慢慢增加,利润是慢慢增加的。 那它整体也是往右上跑,所以这次值得我们来去替它鼓鼓掌,那会有这样的情形? 这是2013,这是2014,请稍微观看一下,往右下跑,往右下跑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今天销售增加一点点,利润是下降一点点。 我刚刚已经说一点点,所以基本上还在我们的容许范围之间。 那如果说,如果说你很在意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可能2014年,我们就已经把这个金基姆给夭折,就是把它给除掉。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好的决策需要由这些数值来去帮助我们,来去做一些推估,做一些辅助。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这个器具。 这个器具,2013到2014,它其实是利润增加,到这边它是利润下降。 2014到2015,这是一个关键。你看,只有增加销售,但是利润大幅下降。 但是2016年又稍微提升了一些利润。所以我们看看,既然已经撑到2016,所以可能在这个地方做决策就是,那我们再撑看看。 看看2017年它是上升还是下降。如果是上升,那当然可惜可可,它就慢慢的趋近于这条趋势线。 如果是下降,那这个时候我想可以考虑把器具这一条线,例如说缩编、减产,或者是再想办法看看学不需要去做一些设备。 那我们来看桌子。桌子,哇,这一看就知道说,真正利润的一个减少是发生在2016年。 那我们是不是要去追问了?是谁?哪一个业务?哪一个客户?然后什么时候?2016年的几月发生了这件事情? 然后看看说它的严重性。你看一刚开始,它就一直都是在亏钱的状态。为什么还可以撑到2016?这边就是债养没有管理。 好,我们接下来我想动态分析。动态分析,再给各位观看一下。这个动态分析,它可以让我们看到行为模式的改变。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分析。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刚刚介绍这个趋势线。这个趋势线。通常我们拿到这个一堆的数字,我们就会希望去做一些趋势分析。 只是现在这样子一个分析,有传统的使用方法。我现在介绍了传统的使用方法。像例如说,我假设来去看利润,透过利润来去做预测。那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现在来画一个折线图,因为如果要做预测,一定要透过折线图的方式来去完成。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折线图里面一定要用一个连续的时间以及利润。 这折线图里面的意思是指说我们的一个各年的一个利润表现的情形。它是从左下跑到右上。我们画出来的趋势线应该也是蛮一致的。 但是我们通常不会看一整年,我们会把时间切割到一个月一个月来去看这件事情。这样子的预测也会比较准。 那怎么样去把它变成一个更小的单位呢?在这边有一个连续性分析。连续性的一个探索。就是点价它,它就变成2013年第一季,2013年第二季,2013年第三季,第四季,2014年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第四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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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我們來做預測,所謂預測就是說,我現在前面四年,這48個月的資料,而且這連續的資料,我是不是可以去猜第49個月它的一個值,就是獲利是多少。 所以我們會猜是在這個地方,第50期在這裡,第51期在這裡,第52期在這裡,就是沿著這條線繼續往右上,這樣子慢慢成長。但是趨勢線分析有一個很大的缺別,就是步轉。舉例來說,你們看,在這個地方是2015年季度三的8月。 8月,這一個點跟這條趨勢線,有沒有發現差非常多?甚至這個月差更多,這個月,這個12月,是不是不準? 這個就是趨勢線,趨勢線的確定。那能不能做一個就是說更精準的一個預測,更精準的預測。因為我們剛剛希望說,我們猜這個第49期要更準一點嘛。對不對?那怎樣要變更準呢? 我們當然可以用一個方法,叫做移動平均的方法。怎麼做呢?很簡單,幾個步驟都做完了。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做分析。 分析裡面,我們先把這個趨勢線先關掉。然後我們來去做一個趨勢預測,然後點加入。這是要預測出來的。可是有一些內容參數要稍微調整一下。其實在這個地方,我們來去看趨勢預測的長度。 假設我們來預測,我覺得不要預測太多期,我們預測6期,或者是我們預測12期。我們先打6期。然後接下來在這邊,略過最後幾個點。我希望等一下給各位去看,這個藍色線是真實的值,然後黑色是預測值。 我們要去比它到底準不準,所以建議我們就略過12個點好了,略過最後12個點。然後再接下來,它有一個季節性。這家公司一二三四月低,然後五到十二月高。 然後好像每一年有週期性的表現。所以它這個季節性就變成是12個月。我們現在點一下套用。我們現在來去觀看一下。 我剛剛說藍色是真實的數值。然後這個黑色線,為了方便大家看,我把顏色換一下,換成紅色。這樣可能大家會覺得看得比較清楚。 你看這個地方12月,12月是真實的數字。然後接下來它預測,它不是再是一條斜線,而是會隨著資料的改變而改變。 舉例來說,在這個地方,這是一月。這根真實的值,這個淺色區就是九五星亂區間,所以它還是落在九五星亂區間之內。這是二月。你看二月差距是不是很小? 三月幾乎也是差距很小,四月差距就比較大。我要特別強調講一下,當我們在做資料分析的時候,我們當然希望資料越準越好。 那這個趨勢預測相對就比剛剛趨勢線準多了,再把趨勢線加入,讓我們觀看一下。 你看,像以二月來說,趨勢預測的值是不是就非常準?如果您要這個趨勢預測的結果,您只要透過這個點點點,然後匯出資料,您就可以得到每一期真實的數字,預測的數字。 這就是它這一套軟體,它做的我覺得還蠻棒的地方。那我還想要再跟各位再分享,因為有一個範例,叫做重新整理,這是一定要整的。 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我先把這個範例最小化。我們稍微請您注意一件事,我這裡面有沒有2017年的資料?我沒有2017年資料,當然這邊就不會有2017年資料。 可是,當我們今天來去看我們的原始資料,這是我們的原始資料。我們的原始資料以訂單日期為例,所以我稍微排序一下訂單日期排序,有舊排到新,它是從2013年開始一直到2016年結束。 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我們的資料有可能會增加2017年的資料,也會增加2018年的資料,會一直不斷地加進去。這也是大數據一個特色。 當我們今天,我現在就刻意地加一筆2017年的資料。我刻意地把這個值改成2017年1月23日。 然後,為了我方便起見我把銷售額這一籃是銷售額,所以改成1萬,利潤改成5000。 這只是為了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假設我的原始資料,我增加了,那我剛剛畫的那些圖有沒有真的直接就幫我們畫出來。 我現在先把這個範例資料儲存,然後離開,稍微注意一下,我只是增加了2017年1月23日這一筆訂單的一個資料。 所以我就把這個檔案儲存起來,關掉。 我們現在去觀看剛剛的這一張圖,我只要點選長用,長用以下的,重新整理。 仔細看哦,這邊是不是跑出來了2017年的1月。2017年有這一筆的資料。 因為這張圖畫的是利潤,所以它用的是利潤的內容,也就是5000。 所以在這個地方,假設我今天把原始資料增加了2017年的資料,1月的資料加進去,2017年2月資料加進去。 其實我這邊統計圖表,您日後只需要按一個按鍵,這樣重新整理,您就做完了。 那您想,您是不是就不用每個月,像Esser,每個月重新畫,用這個大數據分析工具。 您就可以享受到它的技術,您就可以花更多的時間,減少你的分析畫圖的時間,畫視覺圖的時間。 可是,要增加跟主管跟老闆討論這些分析的結果,來擬定政策。 讓您想,通常擬定政策,或者是在一個企業,在一個公司裡面,有那個政策的決定權,會是誰? 是不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人,希望各位可以藉由這個大數據分析工具來去幫助我們提升自己在公司的價值跟地位。 我還是把這個超市範例的資料,最後一筆刪掉,最後這一筆,2017年這一筆資料刪掉。 然後把它儲存、關閉。 這個資料一樣,我現在做一下重新整理。而且它改的不是這一張,每一張圖它都會去修改。 你看這邊就多了一個2017年,而且2017年是1月,在1月這個地方,有一個5千。 它每一張圖都會增加,不是只有剛自己這樣。 可是我現在呢,我現在是不是做了一下這個重新整理。那剛剛原始資料,2017年資料被我刪掉,然後這邊就會跟著直接被拿掉。 而且每一張報表的2017年資料,全部都拿掉。它的這種連動式是做得很好,因為它都是用連結的方式來去呈現。 所以,限於時間的關係,好多好多的內容都還需要花很多很多時間來跟各位分享。 也期待您喜歡今天的這個課程,讓我們明年一起來把中華電信很多很多的數據來去實務地來去分析看看,然後看看能不能形成一些我們的電信智慧。 好,我想暫時在這個地方先告一個段落,不曉得線上的朋友有沒有任何問題想要提問呢? 請問有沒有任何問題想要問老師呢?歡迎您打字一下,好嗎? 好,我們期待看到已經有一位,哦!謝謝!他是在說謝謝老師,我也要謝謝你們專心的聆聽。 可是我還是希望你們如果喜歡這個大數據分析的一個技術的一個學習,歡迎您可以再留一些建議。 因為中華電信智慧有好多好多的資料是值得來做分析的。 哦,POWERDI,目前不用錢。那三年後、五年後我不知道。 那當你今天下載了這套軟體呢,記住,它第一個畫面就請你註冊。 你就選最下面說已經有了註冊,已經有了帳號,然後不要註冊哦,然後就可以進去使用了。 是的,目前我現在所講解的是POWER BI FASETUP這一個版本。 還有請各位注意一下,假設我今天把現在這個資料發行,再常用一下,常用每一個功能都很重要。 最右邊一個發行,如果我發行出去的話,那是不是就可以給有網址的人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視覺效果,而且聯動效果都看得到。 那它只需要裝POWER BI FASETUP這個APP。 它就可以在手機上面看到,它就可以在平板上面看到。 公司不用花錢去買POWER BI FASETUP,這個版本目前是開放給單機使用。 所以公司不需要去花錢買這個軟體,然後也不需要用它的授權。 但是現在它是免費讓大家來去使用。 POWER BI FASETUP這套大數據分析的工具,它沒有可以做驗證,它沒有可以做統計檢定。 它可以用R或者Pathor,別人已經寫好的這些統計檢定的方法,所以來去幫助我們完成檢定這件事情。 例如說,像以色亞裡面它有什麼TT-Tester,它可以去做T-Tester的檢定。 我們在這個地方POWER BI沒有,所以它放了一個R跟Pathor,在這邊視覺效果R跟Pathor。 因為這兩個套件,等於說是程式語言,它都已經寫好了,所以可以直接來做應用。 哦,發行啊!發行要請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說,當我今天做好這一張圖的時候,我就只要點藏用底下的發行。 發行完畢之後,它其實是放在微軟公司的雲端,那它會給一個網址,這個網址你就把它傳給想要看這份報表的人。 它就可以來去玩這個報表的人。不需要有網站,因為微軟公司會自動把現在這樣一個內容產生一個HTTPS的一個網址,然後這個網址只要知道網址的人都可以進去看內容。 所以很多企業都希望說,不要把資料上傳到微軟公司,而是上傳到什麼地方?上傳到自己公司的silver。 所以POWER BI有一個很貴很貴的版本,叫做RS版。這個Report Silver是非常昂貴的。 好,時間過得很快,大家踴躍的提問,然後可能今天要暫時在這邊告一個段落了。如果說您還有更多的問題呢?像我會留下我的資料,或者是您可以詢問做直播負責的老師。 然後我們再繼續互相交流,這都是沒有問題的。 期待我們日後有更多的機會,一起來悠遊在中華電信真實的數據裡面。 然後我們來去看,來去解析這些數字,然後看看能不能形成很棒的一些研究成果。 好,我想您暫時就在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了。謝謝大家。